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 你缺的不是自律 而是自趋利 人们常说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在这个日渐浮躁的时代里 好像比别人更能吃苦 拼命拥有比别人更高的地位 可以赚到比别人更多的钱 才能获得更多选择权 成为所谓的人上人 所以很多人宁愿放弃梦想 亏欠家庭 也要拼命地工作 摆脱在职场上受制于人的 被动处境 可事实上这样的人 已经在追名逐利中被生活 牢牢地束缚 那么真正的自主 应该是什么样呢 曾在一本书中看到过 这样的一句话 当人们要么服从控制 要么反抗控制时 就都不是自主的 实现自主意味着 根据自己的意愿行事 也就是说 凭自己的意志做事 并感到自由 可见真正的自主 应该是在主动改变 和适应环境中 寻找平衡 并在这种平衡中 收获自由和幸福 美国文学家及哲学家 亨利·戴维·索罗曾说 最令人鼓舞的事实 莫过于人类确实能主动努力 以提升生命价值 无数实力证明 自主选择的人生 往往更容易收获成功 被誉为气质女神的演员陈树 出身于艺术世家 他自幼练习舞蹈 在转型成为演员之前 他已经在东方歌舞团演出了整整六年 而且即将分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可就在机缘巧合之下 陈树出演了王刚 成方元的音乐剧《音乐之声》 并收到了纽辛茨导演的肯定 建议他去报考中央戏剧学院表演专业 离开东方歌舞团 就意味着主动放弃自己六年事业的机店 以及即将到手的房子 可那一刻 内心有一个声音在告诉他 应该尝试一下 为了不让人生留下遗憾 他最终做出了 在很多人眼中近乎疯狂的决定 离开东方歌舞团 用整整九个月的时间来头苦学 换来了中央戏剧学院的一份录取通知书 从舞蹈演员到影视演员 截然不同的两个行业 让陈树产生了强烈的不适 但是热情就是人生最好的助推季 因为这份事业是自己发自内心的选择 所以他愿意拼尽全力 把每一个角色演好 更难得的是 陈树从不会把自己拘泥在某一类角色中 也不会特别留恋主角光环 他愿意挑战更多角色 只为了将自己磨练得更加出色 在这种心态下 他成功塑造出了很多截然不同的女性形象 暗算中聪明机智的数学家黄依依 新上海滩里最生梦子的交际花方燕云 铁梨花中粗犷豪迈的女汉子铁梨花 完美关系中知性干练的女强人斯黛拉 关于人生话题陈树始终认为 积极自主的人生才有意义 他曾在接受悦尔采访时说 如果我永远保持一张青春的脸 可是我的内心却随着我的年龄没有增厚 我对于事业的态度 对于遇到事情的那种从容 一点也没有进步 我觉得这样会更可悲 他非常清楚自己内心想要的一切 除了在演艺事业上不断成长 还在2018年时创作了自己的生活美学综艺 他的人生始终都在积极向内寻找自我 向外感受生活 最终实现了自己人生最大的价值 可见人类真正的自由 是源于内心深处自主意识的觉醒 史蒂芬科维在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中写道 人性的本质是主动而非被动的 的确追求自主和自由是人类的一种本能 犹太人弗兰克尔是一位深受弗洛伊德心理学影响的决定论者 二战时他曾被关进纳粹德国的死亡集中营 在集中营里他经历了人生最灰暗的一段时期 父母妻子和兄弟相继死亡 而他本人也饱受纳粹的凌辱 历尽酷刑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 这样的处境无疑是令人绝望的 可有一天当他独处于狭小的求是时 却突然发现自己竟然是自由的 因为纳粹虽然禁锢了自己的身体 却无法束缚自己的大脑 在最恶劣的环境中 弗兰克尔运用人类独有的自我意识 发掘了人性最根本的原则 在刺激与回应间 仍有自主选择回应方式的自由 正是这种自由让弗兰克尔在绝望中看到了希望 重新鼓起了活下去的勇气 当然支持自主不等于无限纵容 真正的自主应该是以对他人的负责为前提的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在金钱的支配上 我们可以选择把工资攒起来 买房买车 也可以用它来购买衣服美食书籍甚至游戏装备 不过这份选择权也是有底线的 比如我们一定要先保障自己和家人能生活无忧 如果有孩子还需要保证孩子能接受良好的教育 因为这是每个成年人都必须承担起来的一份责任 彭凯平教授说 幸福来自真正的自主 既然自主的人生是幸福的 那就不应该是过分苛刻的 有时候我们为了实现某个目标 也许需要给人生设定一些要求和限制 但只要我们能实现自己的目标 其实无需要求过程必须是多么的完美 被誉为学术大师的纪献林在刚刚进入清华大学时 便萌生了留学海外的梦想 作为农村走出来的苦孩子 他一心想要远渡重阳 见识一下外界更广阔的天地 四年大学生活里 留学梦成了他拼搏奋进的最大动力 最终他以四年全优成绩从清华毕业 可就在他学有所成 一起风发的憧憬留学生活时 叔父的失业 却给了他迎头一击 因为家里没有了经济来源 纪献林的留学梦被迫搁置 尽管十分失落 但是纪献林却没有一味的抱怨命运的残酷 而是欣然回到济南高中 成了一名国文教员 好在真正自主的人最大的特点就是 无论生活多么的波折 自己依旧会朝着既定的方向前行 就在所有人都认为 纪献林只能在济南做一名教书先生的时候 他却看准时机提交申请 以大学四年全优成绩 一举通过清华大学留学选拔 成了德国一流名校 戈根廷大学的留学生 世事无常 我们永远无法预测 他会出现什么样的波折和挑战 真正自主的人 大都会苛求生活的完美 而是会努力克服生活的考验 追求自己想要的幸福 生活中很多人是被动却不自知的 那么如何判断自己在做某件事时 是主动还是被动的呢 曾看过这样的一句话 如果一个人做事是自主的 是真实的 那么这种状况叫做沉静 如果一个人无论顺从还是反抗 他都是与周围的环境 不能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那这种状态叫做疏离 一位网友曾讲述自己的故事 他说自己每次演讲的时候 就会有明显的感受 如果做完一次演讲之后 感觉非常舒服 嗓子不会疼 那这场演讲就一定是发自内心的 可如果必须在台上努力地取悦观众 使劲想明言警句 想方设法地调动全场的氛围 那么往往不超过一个小时 嗓子就没声了 因为这些行为并非自主产生 所以内心对他是疏离的 人生苦短 不要等到身心疲惫 对生活失去了热情 才发现自己早已被外力所束缚 往后余生 请抛却名利纷扰 勇敢随心出发 做自己人生真正的主宰者